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高了华人在美国的声望 帮助美国主流社会更加了解中华文明 新泽西华人联合总会 今天正式在这里成立了 新泽西华人联合总会 在众多志愿者和社团的努力下成立了 总会旨在帮助华人社团成长 鼓励华人参政议政 林杰辉女士作为总会首届主席 力要八位共同主席 在会上分享了对总会发展的期望 由新泽西华人联合总会主席做就职演说 Please welcome Ms. Marvillen 杰辉林 Chef UCANJ 我来寻找五十年 看着华人在社区上面 第一位从零到今天 各行各业的精英大联盟 很高兴也很感慨 我们今天只是一个将来成功的开始 今天我们有幸采访了几个重要人物 林杰辉女士在采访中表示了 对众多社团的感谢 并称总会成立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同时我们也采访了几位特邀嘉宾 如Montville教育部部长Matt和市长Jim 以及几位联合主席 今天是新泽西德华人联合总会的成立大会 想在这里简单的问一下您对这个大会 以及大会以后的发展 有些什么样子的期望呢 这个大会其实 我创办的新州中国人 27年现在所有华人都参与过新州中国人 现在差不多现在是时候了 每个社团对中国人都非常的向往 我更进一步做一点什么 所以就召集所有的会 所有的有越新华人的华人在一起 然后成立一个从来没有的 整个新州的华人大会 About Time 天时地利人和 是要work very very hard 在今天看有400多人 所以我想还有一些人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再来 我们将来还要办多一点活动 可以召集更多更多的人 我相信刚刚我们的林杰辉主席已经做了 比较详尽的阐述 因为这个组织呢 就像大会的共同主席 谢成杰所说的一样 就是说 他是希望呢 把新州华人的资源呢 做一个整合 那这样呢 能够一起 就是十个手指 如果握起来 作为拳头 才更加有力量 那么一起呢 能够更好的 为华人去做事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 这个总会呢 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 就是能够联络更多 更广泛的 这个民意 去支持这些事情 同时呢 也比如说 对一些华人 有意义的这些提案 我们也可以去推动 对于华人的这种社交 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 更高层次的一个联系 In Montville we have the Northern New Jersey Chinese Association they're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our community they get involved in all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our community and in particular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so I would expect that same thing to happen across more communities around New Jersey and have some coordination to learn from the successes that the Northern New Jersey Chinese Association has had 我们呢 有大概110多位 团体社团 近200人 各个行业的精英 参加 而且呢 这个队伍呢 可能呢 会一直越来越壮大 那我们呢 希望呢 就是联合总会 就是提供一个 所有华人社区 华人团体的一个 辅助平台 让大家可以在 这个总会里面 network share 然后相互帮助 UCAANJ 是继续 to work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ty bridge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American society American culture obviously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you have people who have lived here for years second generational you also have people that just moved to the country or immigrated recently so we want to support you know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general 我呢 是桥水 华人联合会的主席 那么我们 做这个联合总会呢 实际上我们的宗旨 就是希望能够把 新州 现在 绝大多数的团体呢 团结起来 这个里面呢 也没有 谁领导谁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希望呢 华人呢 能够 更加紧密的团结起来 这样呢 能够使每一个趟 每一个镇 每一个city 或每一个不同的 华人协会啊 华人的联合会啊 或者说 华人的商业 政界的 大家都在这个平台上 我们可以互相的 去传授经验 可以互相的去 去build up 一个更好的一个community 这个是很好的事情 因为 中国人越来越多 那这个协会呢 可以讲是多如牛毛 所以每个人干自己的事情 所以马上鬼是一个 非常有威望的人 OK 他做33年慈善工作 大家都知道 他很多贡献 所以他有这个能力 把这么多人 都是不同社团人 连在一起 那可以互相 所以他最大忠实 就是发扬中国文化 提高中国人的地位 感谢收看本期的 华人自媒体报道 您可以随时在线 与我们留言互动 分享您的感受 华人自媒体 为您提供最新 最真实的 华人新闻报道 为什么 你不愿意 我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